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仍在號稱利寶的好漢坡前方 來做現場LIVE報導 你台台你台台 這個男人他開車 他下坡他不踩煞車 他們下來了 他就像溪鐵一樣的溪在身背上面啊 好誇張啊 這到底是什麼場合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啦 好的 非常謝謝剛剛我們最專業的王牌記者 Snow帶來了現場的力寶好漢坡連線報導 現在主播二人回到攝影棚 也發現我們攝影棚被滿滿的奧迪Q系列給攻陷了 剛剛第一台車我們看到的Q8 今天現場還有滿滿的Q 這一台Q7 今天是出了什麼樣的任務呢 回過頭來一台一台啊 如果你喜歡奧迪的電動車一串的話 這一台不簡單 他還是Black Edition 搭配上這樣的灰色 而且今天包括了Q3啊 Q5全部都齊聚一堂 到底是什麼樣的任務呢 主播今天也要出外景 帶大家好好看個清楚 跟著我一起出發 我們第一個關卡 設景坡 我們第一個關卡 設景坡 就好 所有緊安全帶都要起上 後座要起上麻煩 來來來來 進入我們的賽道 這個是外圈 我們現在走外圈 今天一開場有沒有覺得裡面這個 黑衣男子伯也很熟 熟朋友了 已經好幾次他想要帶我做一些 壞壞的事情 但我都不答應你 今天就這麼巧合 讓我跟他坐同一車 你要做 做什麼壞壞的事情 嚇死我了 我好害怕喔 因為這個人 出名的重險 不要那麼表現 還是這是你的十分之一公力 我們要相信 Audi Q7的實力 我們Q7把他洗澎澎 二髮水這樣沾下去 我們現在就像在跑打卡拉里一樣 真的咧 整個碎石路面 你手下留情喔 因為我提出下一輪是我載一次 我相信雲鼎的公力 我的公力絕對會讓你尖叫 那這台車有搭配 48V的輕油電腦的動力 所以對於這種坡其實就是 一塊蛋糕 喔不是喔 蛋塊蛋糕 一小口蛋糕 我還在秤一下蛋糕多大 我們現在要過大公橋 那公橋這邊我們還是一樣 因為跟大家所體驗 還是提倡正確的越野基礎教育 還是慢速越野 那我們沒有要給他用肥越的動作 我本來想說你載到我會不會給我肥越 不可以不可以這不是我的車 我們到這個頂坡的時候 我會稍微做一個停住 好 停住了 那停住之後 OK 那我們現在要下坡 那我把我的雙腳離開 它不踩煞車 不踩煞車 不踩油門 它的這個躲撥環向系統 就會幫你介入 好孩子 它調性的很好耶 很好 那速度你可以適時的 自己再去多補一些油門 那我們現在很平穩的下來 回到這個平地 OK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關 這個是所謂的 顯像不踩車 等一下 我也要載你喔 那會不允許讓我這樣是不是 等一下我們就拭目以待 沒有啦 你啦 你就好了 這個我真的不敢耶 天啊 前面那車 翹一巴 右後輪翹在空中 然後那車子就在那裡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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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自己扭 這個時候也是表現出 它車子的一些剛性 那當然有一些 對我們的一些前進腳跨越前的離距腳 這一台Q7它有搭載這個 可表示的一個 懸吊的一個身高降低 所以那裡要升還是降 對 我們它已經 我們一上車越演模式的 它已經升了 它現在是 我們切換到這個 360度環境的一個鏡頭 全部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了 都在眼中 各位觀眾 我先請上效果字 前方高能 尖叫聲分貝請注意 啊 你幹嘛那麼快 喂 你不要那麼快 反降斗坡它就40的介入了 你為什麼不想講啊 我還在做效果耶 我還要跟 我是個稱職的主持人 你要給主持人有時間 醞釀跟觀眾朋友講話 我竟然沒有時間 這就把我拉下來 要給我驅嚇 你難得坐我的車啊 嚇死了 還好你沒有給我飛天 你看剛剛一剎那下來 我是鬆開油門 它的一個斗坡反降 就是40的介入 而且我真的 我剛剛在尖叫的時候 它連煞車都不扯 是怎樣 就是跟你 就全部交給車子喔 對 那個坡很陡耶 40度以上喔 很陡 有了40度喔 有了 卡罵 哈哈哈 哈哈哈哈ss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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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現在喔 告訴你 出來外面釋放就是說要遷 Indigenous那些 록的 rådes 微 bén 相信這台車 可以可以 奧迪的車很好 可以 就頭子我來了 哎呀 如旅平地啊 簡直是輕鬆 一點都不覺得是一個 車長有五米之長的一台大車 喔 這個有時候 外圈 有時候還看到前面的路呢 對 加快一點速度 蛤 不要這樣啦 人家想要 在等會 喔 你就是要這樣啦 這台車在這邊的啦 就這樣要這麼重的耶 很穩 而且我很訝異 因為如果你之前開過Q7的話 新的QC做的是大音 它的起步很輕 它這個彎再大了 平平山上 平平山上 喔 來喔 別人的車 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對 我們給它洗泥巴 衝過去 完全沒有滑耶 對 我們那個叫做 如果你想看 先機防滑 這種會適時的解決 我如果在這個泥巴裡面抓泥丘 那泥丘多滑溜啊 我們現在車裡面完全沒有一個滑溜 它還是穩穩的 抓地力還是感覺到很好的 對 那我們現在走內側圈 它裡面啊 這個有比較多那種濕頭 但是它的那個翼震 你感覺得出它的翼震嗎 來 回來喔 沒感覺 我跟妳講 妳今天有浮了 這個有過抖的 妳要有感覺嗎 我們後邊攝影小哥公 它沒感覺啦 是因為我技術很好 你笑什麼 什麼意思 大家都可以笑你 不可以笑你 這叫得意的笑 等一下後台零五百不能笑 再來 還有嗎 我全部都到頂了 再來再來 再來 還沒到頂 來 再來 再來 補一點油門 補一點油門 再來 再來 夠喔 補一點油門 OK 好鬆 OK 鬆開油門 我鬆開了 我的右腳 我的右腳在這裡 它的抖波環這樣就直接 各位朋友們 後面有沒有感覺小哥 OK 我們可以補一點油門 對 太慢 不好意思 後面那些人都來了 好啦 這樣比較快 花時間啦 因為那個阿嬤通告費比較貴 不要佔它太多時間 OK 我們跟著白車後面 在這邊駐停 有沒有很棒 有沒有相信妳 妳看 真的 我們技術太好了 太好了 不歸為車界女神 引頂 車界豪行 Faction Faction 喔 妳就知道吼 我有了厲害 妳還會窩窩窩一聲 唉唷 這麼快妳是要撞聲啦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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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來了 喔 別人超不到我們失望啊 對 單性的代表 喔 果然就是不一樣 有一座小丘要不要飛貼一下 唉唷 妳要那麼快幹嘛 喔 它是穩的 啊 不要這麼快啦 它是穩的 我跟妳說 阿嬤現在腳很長耶 我已經在幫忙踩它 對 它剛剛腳已經 我跟妳講 厲害的是啦 妳知道 因為車身的慣性嘛 現在車子吸蹦蹦 妳知道車子的慣性 所以妳應該要甩 可是我沒有暈 我還愉悅 對 我剛剛坐後面Quadro 它真的是可以刺個吸震的感覺 難怪妳剛剛跟我說沒感覺 對啊 不過很輕耶 剛剛那路 平常我們會覺得它很重 所以我會想說要拉大一點 結果它反而會其實是吃筋帶過去 我也是樂器的 這就是有時候我們會享受那一種 車子瀕臨在要慢慢被帶走的那個邊緣 可是它又很輕鬆的回來那樣 好 各位觀眾 開E-Tron 來Offroad 對 這個今天知道E-Tron在這兒 沒有要饒了它 而且我店子後照鏡 水乾耶 這一次台灣Audi的大方 大方 用了電動車讓大家還是願意 那其實我們後面也就是 讓每一位的 只能體驗一圈 對 對 減少一下它電能的損耗 以免等一下沒有電動 對 可是剛剛音廷 它好像是無意沒有開機 所以我們要先開車 我不是 我剛剛玩得太開心 我忘了 忘了開路了 不好意思好 但是 有了第一次的那個感覺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棒 我現在是到了很高 還沒到最高點 對 還沒到最高 那我們都是穩穩的就好了 慢慢維持融了 然後 當它開始加速 我們就放開 放開了 好 右腳都不做事了 對 然後它就 轉過環上 很溫柔很紳士 很輕鬆 這個爛路真的好適合E-Tron喔 可以嗎 一定很遠 對於電動車原本激電影響 它可能就是舒適性 然後長途很舒服 現在E-Tron它又可以變成讓你很願意 對 哎呀 誰叫E-Tron這麼大方 我真的再也找不到有這麼髒的E-Tron 被玩成這樣 歡迎有你家很愛拿E-Tron去越野的朋友 你車如果有辦法弄比我更髒 歡迎抱你 對對對 姐叫你一聲歌 加速 喔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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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油門 加速全油門 我可以上車 我可以上車 煞車也非常的 好快 好及時喔 我這個真的 故意好彎要大 然後帶油門 然後趕快把它煞下去 沒有感覺 感覺像在跑賽道的那種丟甩感 可是這個路是爛路 接下來這一關我最開心的 讓我們進入一下 我們要把這台E-Tron弄髒 然後下去之後我給它 油門架下去 沒有打滑耶 完全不打滑 這種高溜的路面 完全沒有要打滑是什麼意思 所以現在這個車已經做到 你想要讓它失控可能都很難 好難喔 對 它的適量好像是怎樣 你刻意失控都沒整個 那我們就要很快的 溫熱時光總是不一樣很快的 就這樣解釋 我們就來到了finish的線了 啊 沒錄 沒錄 啊 我沒錄 只好再開一次了 哈哈哈哈 騙你著騙你著 嚇死了 想要今天在這裡錄10次 來來來來 E-Tron的車主們 看看我今天開這台E-Tron 你如果有辦法 你到E-Tron跟我拚垃圾 或者是甚至 逼我的垃圾 然後影片PO上來 有圖有真相 我這個人很簡單 我立刻叫你一聲歌 好不好 還是有解也可以 你看 你有辦法拉扯嗎 欸 不可以就撥上去喔 要有玩到這麼髒 好不好 用E-Tron來Offroad 歡迎大家貼照片